好 现在呢 其实很多民众 似乎都已经进入了这个 自动封城模式 那么当然现在呢 其实各地方政府呢 也都是已经四级应对了 现在是在做封城的准备 那我们请那个导播给我们下一张 好 下一张那个数字 我们今天应该补上了 在这边 好 240 这是每天 那你看到什么样道要封城的情况呢 就是14天之内平均每天确诊100例以上 那有一半找不到传染裂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900多了 快要1000了 所以竞评959 这个才4天 还不用到14天 所以封城近在眼前呢 连续14天 这两天其实新北市长何友宜 有抛出一个问题问这个陈时中 这连续14天是到底是指全国 我们全台湾还是指单一区域 比如说新北市 台北市 如果全国连续14天超过100例的话 何友宜跟这个他们的市府的团队 这个节目标有再算一下 全国14天超过100例 就是每天超过100例的话 以新北市来讲 那新北市现在他就已经每天都超过20例了 每天哦 新北市 那他是说全国100例你去用比例来算的话 那新北市差不多至少就每天超过20例以上 那新北市是不是就达到这样一个四级的这个标准 那当然啦 陈时中他也很会甩啦 马上就说我前天就跟侯市长讨论过啦 我也请专家这个会议去研议啦 到底怎么样啦 我们会在这个研究清楚或怎么样 但是连续14天 现在已经走了将近三分之一耶 你们不是说好的超前部署呢 我从去年开始口罩国家队 口罩开始实名制口罩 口罩做得很好 无庸置疑 你把我们的产能提高 到现在我们口罩不予匮乏 大家都OK 然后民众也很致力 但是除此之外呢 从去年到今年是新的作战模式耶 新的太阳 我们碰到这种变种病毒 大家都讲说英国变种病毒 我这两天听到的新闻说 这一般那个去年那个病毒株的传播的数率是三倍以上 那我们还没碰到印度的耶 印度的变病株不是更恐怖吗 那碰到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战略态势是不是要与时俱进 那连续14天的这个超过 本土确诊超过百率的话 走到从5月15号上个礼拜到新天 16 17 18 今天礼拜二已经到240 我希望明天开始能够当然再回到之前 如果就算有本土确诊 最好能够本土加零啊 都没有 那这次当是我异想天开 那如果不行本土加零的话 你起码能够降到三位数以下 一位数两位数 要不然连续这样的一个状况 19 20 21 223 一直到我们现在管制的时间 都是以做到5月28号为止 如果到5月28号都没有 这个把这个数字下降 甚至讲不客气一点 或者是应该讲说我也学当乌鸦 28号这14天真的都破百的话 你怎么办全国都要变四级了 全国碰到四级的话 那所有各县市不是只有双北地区 当然啦 再包括我们北北基陶的生活圈 台湾很多县市 像今天陈其邁有讲 高雄跟台北也是一日生活圈 那这样子变四级的话 所有生活受到影响 经济受到重创 然后各行各业还有各个学校 然后各个大家 我们去年所骄傲的说 可以打职棒可以看职棒 可以看电影生活照顾 还可以逛百货公司 完完全全都不能 民众的冲击跟心理准备 请问你政府做好了没有 所以竞平本来都可以的 只要打了疫苗 好那因为你的时间到了 我还是很快的要把这个疫苗这一题 赶快丢给你 因为今天我们的媒体前辈 扣扣姐他又抢独家了耶 说这个两批疫苗 五月底六月中抵台 我实在觉得 指挥中心要不要请他去 每天下午两点 在陈时中旁边这样子 不不不他说他连陈时中的line都没有 这样子比手语什么的也可以啊 这样子去旁边比手语 跟着陈时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 前几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是哪一天 是206还是333那一天 然后不是也在讲 好像也是那一天 他先报了他说207嘛 因为一例是境外没错 有一例是境外 然后其实他是本土嘛 是啊是啊 然后他就先在节目里面爆料 然后网路上也先大家讲出来了 然后所以那时候大家才讲 指挥中心还没公布耶 那我不愿意再去讲什么 指挥中心民进党政府已经双标 因为这都大家都知道 双标的这个状况 只是说 长此以往下去 那现在是非常时期 现在是很多县市进入准三级 然后这个新北台北是正式的三级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台北新北的这个范围辖区内的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个人单位 是不是要受到这个 传染病防治法的规范 那我当然我今天 昨天晚上的今天 我有看到很多的网友 90% 96%以上在网路民调当中说 告诉你指挥中心 陈时中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装死 这些机关一定会装死 完全不想去打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在看哪一个记者有勇气 敢在这个中央 尤其疫情指挥中心 当场举手提出这个疑问说 要不要开罚要不要怎么样 否则你看从去年到现在 有多少名人名义代表 县市首长都不断的可能被追究 甚至被1450带风向 要罚 他主机怎么样 我看到都下场都很惨 不管是游淑惠议员 柯批连台北市长 然后还有很多人都一样 可是碰到这个像郑文燦市长 或者像扣扣姐他们这样状况 就高高举举轻轻放下 甚至会找一些下台阶 我早上已经先宣布了所以他不算抢先 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什么 所以当防疫都有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境 跟状况还有版本的时候 你如何让民众对这些这个采访能够信服 你愿你如果你要去罚一个那个 里长去广播他当然做得很不好 跑去这个彰化这个他自己的里侠区里 说啊是那个卖葡萄的那个盘商 谁谁谁确诊的怎样这样 你们要小心啊 他的出发点没错 但是他的做法完全是错的 这把人家标签化跟污名化 而且让大家更恐慌更紧张 所以现在那个里长被抓了 他要面临被罚办 也正式要罚钱 但如果你要去罚一个小里长这样的话 其他民众呢 还有在网路上造谣说花莲市长 怎么怎么讲呢 那个假消息也都要办的话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名人或者是怎么样 还是说颜色跟你们一样的时候 你们往往就把眼睛遮起来 当做没这一回事 那民众当然很多事情就会反弹你 然后不愿意配合你政府 你这样下去啊 你到时候上令下来 你上面的命令传到下来 下面底下怎么去配合 或者是用这种反向的做法 只会造成这个民心 民心往这个相违背 所以我会觉得说 政府机关你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该断就断 该做就做该罚就罚 你不要让大家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去指引你政府机关 只是袒护自己了 有网友说那干脆请这个寇寇姐 去当卫福部的发言人好了 那你要叫庄人祥职务跟他对调吗 好感谢敬平 那同时呢 我们另外一位来宾也就是 赖月谦赖教授 也已经到了节目现场了 那么接下来我还是把这个问题 关于封城的部分要丢给这个 王日贤医生 且王医师来回答 因为其实呢 也有很多的专家不断的示警 说上面规定的14天之内 平均每日确诊100例以上 就要封城 但是也有很多的专家说 等到14天会不会太晚了 那个要了解封城呢 什么时候要封城 只能了解封城的意义在哪里 封城就是一个最严厉的 公共卫生的措施 怎么样把人的行动 全部都限制下来 这个就是增加社区的距离的 一个最极致的做法 那这个对经济 对社会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防疫上面的 上方保健 不能随便出窍的 那你要出窍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我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了 我其他的公共卫生的做法 都已经失效了 那这个时候你再出窍 可以的 所以说你说10天 10个人或者是100个人 那几天100个人 这个都没有意义 那看你这个地区 它的公共卫生能量到底多少 公共卫生能量反映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居家检疫 我们的居家隔离 我们的防疫旅馆 那另外我们的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清零塞查 我们的塞查能量到底够不够 这些东西如果你超过了我这个范围 我用传统的公文威力方法 做不了的时候 我就非得用封城去处理 所以封城是一个手段而已 所以唯封城做不做得到 比如说我就是封万华 我跟你讲这个封城啊 封城到底封得到不到位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问你上方保健出窍出一半有没有用 没有用嘛 所以说我们从那个 我们从那个武汉的封城 我们就知道 你看要封到那种地步才会有用 我们知道封城到底有没有效 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落实 有没有到位 如果不到位 那就是政治作秀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样的做法 你看很多人都还能来台北 台北跟那个交往都还有 你说这种封叫什么封 所以它就是本身就不想封嘛 因为封城跟方昌一样 都是中国大陆的名词 也是中国大陆做出来一个金标准 它不要方昌它就不要封城 所以它搞了一个社区警戒来了嘛 是是是 什么一二三四级 那一看就不像个样嘛 那绝对封不了的 所以它也明白宣誓 不要封城了 好不要封城也可以接受 但是拜托你回过去 做你的公共卫生的本位 你把那个清零塞塔 给我做到极致做到到位 我们这个在这个社区里面 这一波感染才会有看到 看到希望的一天 否则的话 这个是很麻烦的 你做得那么理议呢 然后好像要靠这个封城 或者靠这个市区警戒 来反转这个疫情 那是不可能的任务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